好,我们接着来看前方的这个入口的这个材质 好,我们看它总共有两块 这边的一个入口也有一块 那么在这个进门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 贴图呢,是这样的一个纹理 它是有点这个木纹形状的一个纹理 然后呢,我们返回来看一下 这个材质呢,给了这个高光和高光的范围 之后呢,它在这个自发光上面呢 给了同样的贴图 也就是说,它本身在这个贴图上面呢 要自发光 本身有一个发光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材质 那么又在反射里面呢 同样的反射了这张贴图 我们来看这三张贴图的名称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在自发光和反射里面呢 都是来以这个本身的它这个固有色贴图呢 作为一个这个反射效果 好,我们将这个材质呢 暂时先隐藏 看这个屏幕 就是LED的屏 广告屏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给它贴了一张贴图 贴上广告 好,这样的这个广告 好,那么返回来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自发光上呢 它给了100%的自发光 也就是说在这个广告贴图上面呢 它是这个以个自发光的这个形式存在的 因为它这个是液晶的屏幕嘛 所以说它会发光 好,我们把它隐藏 那么底下的这个材质呢 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调整它 好,我们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材质 那么有一些 这个墙体或柱子呢 可能都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些结构了 我们看这个建筑内墙 那么建筑内墙呢 虽然说它在里面 但是我们也稍微给它一张贴图 好,给它一张混凝土的贴图 显示 给一个UV坐标 好,可以了 之后呢 因为它是内墙 我们不需要给它太多的这个凹凸的效果 我们把它隐藏 其他的一些结构 好,缝线 就是我们玻璃的这个分隔线 那么这个黑色的这个缝线呢 也是玻璃的一些分隔线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给它进行多高的这个高光调整 或者说给它调生很强的这个金属材质的效果 那么如果说我们比较靠近建筑的一个镜头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把它的某一个这个材质的质感都调到位 但是在我们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不需要去给它太多的一些反射啊 或者是高光的效果 这样的话它计算起来是很慢的 特别是它这么密的一个框架结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呢 既然我们是这个缝线的话 就让它看得明显一些 好,给它一个比较偏深的颜色就可以了 隐藏 好,我们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材质 好,那么它在这个建筑的上方呢 还有一圈这个磨砂玻璃的材质 好,这个磨砂玻璃呢 它可能这个设置的这个表面的固有色呢 是比较浅的 那我们再看下方呢 我们给它一个反射 也是微锐贴图 由于磨砂玻璃的反射并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只给20% 隐藏 好,左边呢 我们看这个百叶窗 好,我们吸到了这个顶 我们暂时把看不到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隐藏 好,我们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木质的这个百叶窗的这个材质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贴图 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由于它的这个反射啊 有可能给的过强了 我们把这个反射的这个强度呢 给弱一些 让它这个材质的质感呢 更明显一点 好,再给一个凹凸的效果 隐藏 好,我们看一下 为数不多的就是一些建筑里面的材质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看的明显的这个字 好,字呢 一般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给一个颜色 也可以把它调成这个金属的材质 毕竟不多 好,我们把内墙的这个柱子啊 进行隐藏 好,我们将这个字呢 给它调成一个金属的材质 烤贝 颜色 转换成微锐材质之后呢 粘贴在它的固有色上面 好,我们给一点反射的效果 然后呢 给一些高光 高光和它的这个模糊反射 好,我们看 我们给成这样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将这个字呢 设置成同样的这个效果 好,给一点反射 然后呢 把高光开启 模糊反射 好,我们把这个调整过的材质呢 都进行隐藏 好,这个地方呢 也许我们这个 看不到 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 它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发光的一个材质 好,我们显示这样贴图 它也是属于一个 发光的一个广告的材质 好,我们将看到 它这个下方的自发光 它给的是本身的这个贴图 那么也给了一些反射 其他比较细小的 如果在内部的这个材质呢 我们可以暂时呢 不去调节它 好,这些楼梯 也都是在内部的 包括这些广告的这个位置 好,我们看 下方比较多的一些材质 就是铺砖的这个材质 我们看下方比较多的 这些材质呢 就是铺砖的材质 和马路的这个材质 我们把这个铺砖材质呢 吸出来 铺地 好,这块铺地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张贴图 我们给人这样的这个贴图 我们给人这样的这个贴图 好,那么这个材质呢 我们将它转换成这个 Vray的材质 把贴图粘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衰减贴图 好,然后开启模糊反射 我们看一下这个材质 在下方呢 贴图通道里面 我们给它一个凹凸 好,这样的这个铺砖材质呢 就已经调节好了 显示一下 好,隐藏 接下来呢 是路面的这个材质 我们把马路吸出来 好,我们看 我们吸释出来这个马路的这个名称呢 是下雨的路 也就是说我们想表现一种路面比较湿滑的效果 那么怎样表现呢 我们还是把它这个标准材料呢 转换成这个Vray的材质 在固有色贴图里呢 我添加一张马路的固有色贴图 好,我给成这样的材质 显示 好,由于重复率比较高呢 我们将这个地方呢 它的UV给的大一些 然后呢 在这个反射的贴图里面 我们去添加一张斑驳的反射 好,我们来添加这样的贴图 显示 好,显示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相机视图里看一下 这个我们这张贴图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它的这个反射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我们要调整它的比例的话 在这个平铺次数的地方 来去调整它的这个位置 和贴图的这个范围 好,反回来 我们将这个反射贴图呢 关联到光泽度上面 好,这样这个路面的一个湿滑 反射的一个效果呢 就已经做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下方将它的反射和光泽效果呢 调的稍微弱一些 好,这就是路面的湿滑的一个材质 好,现在呢 我们大体上已经将所有的这个材质呢 都已经出过了一遍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渲染测试的时候 发现哪些材质有问题呢 可以再反回来继续调整 我们再渲染测试一下 好,那么整个场景的这个材质呢 我们已经出过了一遍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材质的一些质感 和这个玻璃上的一些反射的一些效果 那么我们看整个场景中还有哪些细节需要去添加 我们看既然是表现这个商业的这个广场啊 和商业的建筑的话呢 就应该在这个商业的底部啊 特别是底上的部分去打一些灯光 当我们这些底上的部分处于背光面的时候 我们在里面打一些灯光呢 可以去烘托它的这个商业氛围 并且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添加一些 这个商业的场景 作为它的这个室内的一些效果 那么它的这个商业氛围啊 显得会更好一些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能这个地方的玻璃材质有些问题 我们再把它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也是入口的地方呢 我们要把它进行强化 可以让它稍微的夸张一些 亮一些炫一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这个场景的这个灯光呢 进一步的来进行布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场景当中布置灯光 我们还是切换到顶氏图来操作 好 那我们通过颜色选择呢 将整个的这个建筑选择出来 Auto Q键单独显示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个底部 商业的底部来布置灯光 那我们布置这个商业的灯光呢 有两种方式 在标准灯光中的泛光灯呢 可以模拟我们室内的这个灯光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微锐的类型的这个微锐的灯光呢 来做室内的灯光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用 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欧米灯 泛光灯来打室内的灯光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个方向 好 我们先在这一边的底部呢 来打灯光 好 我们灯光呢 进入到修改面板来调节它的参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阴影开启 Murray的阴影 灯光的颜色 尽量是比较偏暖的这个颜色 而且饱和度要稍微高一些 那我们把它的强度呢 改成2 欧米灯呢 一定要开它的远衰减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照射的范围 那我们把它的这个起始的一个范围呢 调成0 好 那么它衰减呢 让它成一个10米的一个范围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过滤器呢 选择到灯光 复制 关联复制 如果是属性一样的灯光呢 我们就让它关联 好 这边 好 我们继续让它的这个光圈呢 重合到另外一盏灯光上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灯光才是比较均匀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方向的布置了 然后我们选择所有的这个布置过的这个灯光 先换到前视图上来 我们看把它抬到这个一层的 在歪轴上 高度上面呢 放到这个一层的位置上 然后让它尽量在这个一层的三分之二处的地方 然后用这个缩放工具呢 我们将这个歪轴的光圈呢 缩短 比如它的这个上下的照射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将这一层灯光呢 复制 按住键盘的Shift键 好 再来复制 好 我们看 这样的话 这几层啊 都已经布置上这个灯光了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那我们只需要 框圈我们这半部分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这边的灯光 前半部分呢 已经亮起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灯光啊 打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柱子上呢 会有一些曝光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欧密灯的高光关掉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灯光 然后下方呢 我们点开这里 有一个高光 我们把它的这个高光关掉 那么它就不会影响这个高光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一次 磁楦的灯光的强度是否合适 还是比较适中这个强度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灯光呢 给它复制过去 好 这几层呢 我们都打上这个灯光 看一下 好 上面这一层呢 我们再复制一层 好 这一层呢 这就有一点 嗯 好 好 如果这些灯光 Relations会谈现 我在这边 然后呢 好 然后就是 我先再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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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好 好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 好我们看现在这个室内里面呢 已经基本上都被打亮了 那么就是灯光的这个均匀程度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商业的内部啊 去把一些商业的模型 这样的话可以再让它这个室内啊 透一些内容出来 这样的话显得它的这个质感会更好一些 好我们现在暂时呢 先放到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边的这个灯光呢打亮 这边灯光呢 我们想用这个形状比较规则一点的灯光类型 微锐的灯光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拖动鼠标左键不放 我们就可以拉出一个矩形的一盏灯光 一盏面光源 好我们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抬高 我们先抬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用这个缩放工具呢 将它的照射的范围呢 加大一些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威锐灯光的属性 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类型 类型它是面光源 那么它也可以变成这种半球状的 和球状的这个灯光 那么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建筑的那个室内的类型呢 去改变这个灯光的形状 那么现在用到的就是这个面光源 然后下方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倍增 就是强度 我们也先不要给它这个太强的这个强度 默认是30 我们只给它这个2的一个强度 然后颜色呢 我们还是在这里面去调 好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下方我们看它的一些属性 产生阴影 产生阴影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暂时呢 让它产生阴影 然后下方我们让它不可见 一定要把不可见勾起 因为如果可见的话 那么这盏灯啊 它在这个显示出来 渲染出来之后呢 它会显示一个片状的 都是发光的这种灯片 那我们让它不可见 然后呢 下方是影响它的固有色 影响高光和影响反射 好 这个呢 我们暂时就不去修改它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是否打亮了 好 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个灯光呢 已经微微有一些亮光了 但是呢 强度还不够 那么我们将这盏灯啊 再复制下来一盏 缩小它的这个范围 然后再复制下来 好 我们将这边的灯光呢 也布置起 好 这边呢 有一个 也是商业的室内 我们还是打这个灭光源 大家记住啊 这个灭光源呢 不应用的太多 如果应用的太多的话呢 我们这个场景啊 渲染出来是比较慢的 在时间上 它花费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好 我们还是设置它的强度 嗯 跟这个颜色啊 都是根据上一次的 这个 嗯 默认的参数 好 我们看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灯光呢 已经基本上都已经亮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下方啊 一层的地方再补给盏啊 欧米灯 然后让它的这个 呃 底下的这个上叶啊 更亮一些 呃 那么大家记住在打这个室内里面灯光的时候呢 不易打的这个光呃 强度过强 如果打的太爆的话 那我们后期啊 不是特别好处理了 好 那么 我们再将这个一层 在补给盏灯灯光 嗯 改成标准的类型 然后 欧米灯 好 然后我们选择这几盏灯光 然后我们选择这几盏灯光 带高到一层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 一定要把射减开启 阴影开启 好 其他参数不变 再来看一下 好 现在呢 这个上下整体的灯光啊 就比较均匀了 那么 我们想象在这个 场景当中的这个灯光啊 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布置完成了 那么 我们看这个上方 建筑的这个 上方的这个高层上面呢 我们不易在里面打过多的灯光 以免破坏它的这个整体性 那么 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商业综合体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啊 在下方的这个 嗯 底上的部分呢 一般都要打一些灯光来烘托它的这个商业氛围 那么灯光的强度呢 不易过强 那么 我们可以选择两种灯光 作为它这个室内的这个灯光 一个是这个 泛光灯 欧米灯 还有一个是 微锐的灯光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在场景当中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布置哪些环境 然后 再 inconvenient 没有 那 是 那个 空